中国国民党驻美东支部成员在中华公所宣布 美东地区桥学界侯友宜后援总会正式成立 并祝愿中国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现任新北市市长侯友宜齐开得胜 侯市长最大的一个理念就是说 不独不同不武 就是要让人民过更好的日子 侯友宜竞选的三项主张包括 一国防自助和平靠实力备战不起战 二稳定能源保障国家不缺电兼顾环境生态 三和平两岸两岸对等尊严友善重启对话 强化经贸文化交流 历次总统大选期间 总统参选人都会安排出访行程 后援会目前仍在筹备侯友宜九月访美的行程 他会来的话就是三场大肇事 一场美东一场美西一场华盛顿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 现任副总统赖清德则将担任特使 八月率团出席巴拉圭共和国 新任总统贝尼亚就职典礼 并按照网例过境美国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四月已出访美国 目前没有再规划访美 接下来如果出访 据称会先安排东南亚为主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柯婷婷上进 纽约采访报道